2023年最新韩国电影有哪些?韩国最新上映电影哪不好看?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回满,2023年韩国新上映的电影越来越多了,除了一些正在热映的电影外,还有不少韩国大片正在上映。下面细说小编就根据CN10CNPP大数据,为大家分享2023年最新韩国电影排行榜,都是在2023年上映的韩国家片。 如果你想看韩国新片,直接参考这份最新韩国电影榜单即可。2023年最新韩国电影排行榜一《混凝土乌托邦》。《混凝土乌托邦》是由导演颜太花指导,李炳线、朴旭俊、调宝英等主演的科幻惊悚灾难电影,于2023年8月9日在韩国上映。 故事背景为绝命大地震后的首尔,幸存的是敏梦只能聚集在唯一的寓所帝国公寓,李炳线饰演帝国公寓的领导者,而朴旭俊则饰演李炳线的左右手,朴宝英则饰演朴旭俊老婆是一名护士,看似正常的背后却发生了惊悚事件。 而《犯罪都市3》,《犯罪都市3》是由李湘龙指导,马东西、李俊赫、李凡秀、金鸣仔《全西号》、《高规碧》等主演的韩国犯罪动作系列电影,为《罪恶都市》的续集,于2023年5月31日在韩国上映。 该片讲述了马东西饰演的《怪力刑警》被调到首尔广域搜查队,在调查涉及新型毒品的犯罪师与李俊赫与,青木崇高饰演的贩毒组织头目对决的故事。 3.《那个夏天》,《剧场版》,《那个夏天》,《剧场版》是由韩志愿指导,尹雅英·宋和林主演的动画影片,于2023年6月7日在韩国上映。 该片是韩国百合动画剧《那个夏天》的剧场版,讲述拥有褐色眼睛的普通学生意景,酷似夏日阳光般的高中足球。 选手秀一一起度过的暑期陷入意想不到的爱情,意景和秀一描绘着一起的未来。 4.出笛反弹 出笛反弹是由张恒准指导,安仔红、李信勇、郑振云、金子、郑甘柱等主演的运动题材电影,于2023年4月5日在韩国上映。 该片讲述了篮球选手出身的公益勤务要员杨炫,被提拔为逼临解散危机的釜山中央高中篮球队的新教练。 他想起自己高中时曾成为MVP的回忆,决心让这支球队起死回生舞芭蕾复仇曲。 芭蕾复仇曲是由李聪贤指导并编剧。 权中瑞、金智勋、朴友林主演的韩国动作惊悚电影,于2023年10月6日上映。 该片主要讲述了《无情的钱》、保镖玉珠追捕崔专家的故事。 而崔专家是导致她的好朋友闽西死亡的罪魁祸首《六贵公子》。 魏公子是由朴勋正指导并担任编剧《金轩虎》、江泰珠、金康与高雅拉主演的电影,于2023年6月21日在韩国上映。 电影讲述在辗转于菲律宾非法体育场的拳击选手马可、江泰珠师面前,出现了身份不明的男子《贵公子》。 金轩虎适合具有不同目的的势力,并展开疯狂追击的故事《七交涉》。 《交涉》是由林顺里指导黄正明玄冰主演的电影,于2023年1月18日在韩国上映。 影片根据2007年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真实绑架案件改编。 为了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23个韩国人,男主人公和为他提供帮助的人们身上发生的故事。 黄正明在片中饰演外交部,计划调整是市长郑载浩一绝八走私。 走私是由柳城管指导、集会秀莲金雅、赵英成、朴正明等主演的犯罪片。 于2023年7月26日在韩国上映。 该片以1970年代平和的余村为背景,讲述了原本过着平淡生活的两个女人意外卷入走私。 在此过程中又展开了各种名争暗斗的故事。 2023年8月9日走私将正式收邀参加第56届西切斯国际奇幻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9黑色直播。 黑色直播是由朴城雄、朴轩浩、金西婷等主演的悬疑电影。 于2023年6月28日在韩国上映。 该片讲述了自由职业PD冬柱偶然收到一个链接,打开时发现竟然是自己女友的桃色直播。 为了阻止内容被播出,于可疑的身世展开殊死对决的故事是目标。 目标是由朴熙坤指导申惠善江泰武、金成云、任哲秀等主演的悬疑惊悚电影。 于2023年8月30日在韩国上映。 该片由门锁制作公司制作室门锁的系列作品,讲述独自生活的平凡职场女性,进行二手交易时发生的故事。